哈喽 我今天在活动的酒店 跟你们分享一下 四招可以让你减少掉发 让头发越来越浓密 今天没有什么单独的产品要分享啊 就是一些生活小技巧 洗发水的选择上 可能不会单一的用一种洗发水 虽然我自己是细软它 但是我在细软它的这个品种里面 我会选两到三款洗发水 因为我觉得不同的洗发水 会让我的头发得到不一样的刺激 另外呢就是洗头之前 好多人是直接洗 我自己呢会在洗头之前就会梳头 建议大家用这种带气垫的梳子 它会有回弹 对头发的损伤会减少 我会从发烧开始就是梳 然后到头顶梳 包括我早上起床和睡觉之前 我都会梳个几十下头发 它也没那么多花活 就什么M型啊Z字型都不需要 就是梳头呢 让你的头皮的血液可以循环起来 在发缝的选择上面 你看我经常就是中分 可能是4.5 5.5 6.5 我不会在一条缝里面 如果你一直是一条缝的话 那你有一片的头发肯定会变得很稀疏的 所以经常换发缝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头皮护理 因为我们经常洗头发 但是其实蛮少人是去洗头皮的 所以有一些好的头皮护理 它是能够让你的头发更加的健康 那让整个头皮的环境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坦白说我觉得洗发水能够生发这件事情 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 因为毕竟它在头发上只留了 可能一分钟都不到 我觉得生发是不太现实的 但是呢它可以通过清洁和护理的过程 让你的头皮环境变好了 减少掉发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所以头皮护理也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接下来呢就是食补的部分 除了用一些五黑汤 比如说晚上你去包一些 一米就是五黑那一系列的东西 晚上丢到锅里面 第二天就当水喝的那种 除了这种食补以外 我也有问我的老师 他有告诉我就是吃一些鱼油 还有综合维生素液 我怕我表达的不对 我公放给你们听一下 老师跟我讲的 大概是这样说的 维生素B族 它没有防止掉发的作用 所以我给你的是 维生素复合性维生素B 再加上多种维养元素 那么像这里面吸牙吸牙 这些是可以强化固化的 有这样的作用 然后鱼油呢 它是改善我们的确保环境 那么也有间接 也有那个 使我们的头皮生长会更好 然后发质会更亮 所以说它们都有这样的作用 如果你有掉发的这种现象的话 你可以吃一下这两种 算是食补类的保健品吧 我也经常掉发 就是50到100根 我查了一下 其实是正常的一个 头发的自然死亡周期 掉一些头发没关系的 不要有心理焦虑 只要你保持好心情 头发会越来越浓密的 这些小妙招 希望对掉发或者焦虑的你 有一些帮助哦 活动快要开始了 我要出发了 拜拜